南郭門前有消息 消息的有魚兒 魚兒是綠箔 我們發現學校附近的南郭坑溪 河道旁有垃圾 信念上還漂浮著白色泡沫 以前那個水比較的清澈 不混濁 可能現在就是 旁邊的暗地那邊就變垃圾比較多 就會覺得很可惜 要不然以前很美 想到這裡 心情有些沉重 不過也激起我們 把乾淨還給南郭坑溪的想法 看見問題之後 我們開始想像解決的策略 並思考如何從自己做起 檢測結果接近0ppm 表示水體將有變黑發臭的現象 代表水質受到汙染了 那我們想請問一下 取締是用什麼方法 取締用照相取締啊 可是你太這樣的話 人員的話這樣取發很難取發 我們通常都是要有車牌 你覺得垃圾問題還有什麼 剛剛是想到可以建置公共垃圾桶 這樣也可以創造一個就業機會 然後也可以減少這邊的環境障亂的現象 第一個牌子在這裡 就希望大家不要再亂丟垃圾 你們自身去實踐 大家在看的時候就會覺得 有人要保護這條戲 就可以進階影響更多的 我們到附近店家張天宣傳海報 設立向市工所申請的告示台 向水之處請益相關問題 自己製作了宣傳單 這裡看得到然後從這裡看得到就是這裡了 這個風水好地阿 請問這塊牌子看得清楚呢 缺傘缺傘 出水下水道的那個工程有包含南郭坑溪嗎 問得非常好 這很細的問題 要坐到這個南郭坑溪附近可能是在我 在於大概五六年後 之後只是會排雨水而已 然後附近的那個家庭廢水 就不會經過南郭坑溪排出來 喂 接水哥你沒有在 是是是是 來 再來 你都不會去承理一下 啊你不會跟什麼單位反應嗎 旁邊那一戶 做的什麼節水溝 啊你又知道了 我現在坐旁邊啊來來來 主導你跟我來看 主導來來來來 為了讓大家認識親近南郭坑溪 敬而愛護他 我們規劃了導覽活動 接下來要由我來為大家導覽南郭坑溪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次的導覽 來更認識南郭坑溪 增加對南郭坑溪的認同感 從上個學期 小朋友就有到我們學校去 為我們的哥哥姐姐們 和他們的觀眾跟分享 那是我主持生期以來 我們學生露出笑容最多的一次 大家都恢復了那個世子之心 我們要發起一個跨校的靜溪活動 希望邀請想關心南郭坑溪 關心海洋 關心地球的大人哥大姐姐們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正在舉辦跨校的靜溪活動 我們想說改變從自己做起 讓大家看到有人在關心這條溪 希望他們以後也可以繼續做這種 可以讓生活更加美好的事情 然後跟影響別人 然後讓大家一起談 想不到我們也得到縣長的響應 他本人在4月17號參與我們主辦的愛惜活動 真的證明我們的力量超乎想像 實踐了一系列的愛惜行動 我們想要讓更多人來關心響應這個行動 所以我們向水之處提案獲得采納 讓我們體驗的分享的力量無限大 第一點說主管當會沿以認養計畫 讓各個林裡認養青少各個區域 可以提過經費補助 你們的格局跟現場的格局是一樣的 他早在三個禮拜四個禮拜整 就交代我做這件事 守護那個席事實上是我在做 我沒有做好你把我挖來了 那給我一點很多的這個意見 社會課本中有提到行政組織 當我們親自接觸後更加了解 工部門是需要和民眾共同合作的 我並會開始關心身邊的人事務 想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想法漸漸擴大了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種全綠耳潮的相片歌曲 但我們先右挑起遠於霸光山 既然上面鳥兒多鳥兒相經過 小麒麟有魚兒魚兒騎鱗 守護自然關心地球大家一起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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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